大家好,我是Pionia,我今年三年讀科技 我在2017年讀DSE,那天讀Biology, Chemistry 和BFS的计划 有同学问过我,你有读Physics,M1M2 会不会很难变化? 因为School of Science是一个学习的设计 所以在第一年的时候,你什么都要读 Physics,M1M2,甚至是电脑也要读 所以你有一年的时间,去接触一些你之前没触过的Science 亦对一年的时间,你想清楚,到底哪个Major 适合我 那为什么我当初会选择科大呢? 可能我和你们都一样,有去过一些Open Day 那时候我就很难,就没有听过Mission Talk 就走了到处走,又去了一个Cantin,去了Hall那边 又或者到处走的Booth 观察一下这家学校的文化,它的风气有否合不合我 然后就发觉,原来这里的人都很nice,很好玩 所以就觉得科大是一间很适合我的大学 那就选了进来科大了 我的Major就是读Biochemistry and Cell Biology 因为我本身对一些研究比较重的题很有兴趣 例如大家经常听过的Stam cell或者DNA的Editing 那我就对这方面很有兴趣 那我就觉得,如果我想去更加深入的了解这些课题 那我首先要明白背后的Mechanism 所以就选了这个Major 那我觉得这个Major很有趣 因为可能大家平时每次都会放大地图来看 看不同的建筑或者当地的交通 那我就觉得细胞其实好像一幅地图 那当你Zoom大它的时候 就发觉原来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事发生 每一个故事原来都连续着 所以我也很喜欢这个Major 那另外一个我选了这个Major的原因 因为我很喜欢做Lap 那可能大家中学如果有读Bio或者有读Camp 都会试过做Lap 那我当时已经很喜欢做Lap 那我也都知道BCB这个Major 可以给到多些机会我去上一些教育Lap 以及一些research的机会 所以我就选了这个Major 可能大家现在看到绿色的细胞 就是植物的细胞 而粉红色的就是老鼠的血细胞 那时候我们就做了一个实验 就是看看不同的细胞 在不同的媒介之下 到底会有什么反应呢 那跟中学一样 很多时候的教育Lap 就会是一早早地去做的 那上这些教育Lap的同学仔 不单只是我们的Major 也有BioTec 又或者Biological Science的同学仔 就可以藉着这个机会 去认识其他Major的同学仔 那或者大家都想知道 大学和中学的分别是什么 那可能大家看到现在 就是我Year 2的时候的一个Timetable 那你会看到 哇 星期二和星期三 上到12点之后就没工作了 那因为大学其实很多东西 你都要自己做 你可以练习自己喜欢读的科 又或者练习的时间 那就可以多些空余的时间出来 做自己想做的东西 那可能大家都很有兴趣的就是住科 那其实Year 1的Local同学仔 是guarantee在一个学期的科医 所以大家都会有这个机会 体验到的科大住宿 那科大有9个on campus的Hall 而我那时住的就是Horbar 那Horbar是一个比较international的Hall 所以会有很多不同的国籍的同学仔 一起在这里住的 那不定时也有同学仔举办一些活动 就希望叫我们Horbar的同学一起出来 可能吃下午夜聊天 那因为Horbar是一个比较international的Hall 所以我都有很多机会去和 来自不同世界各地的同学仔聊一下 你那边读书又是怎样的呢 又或者为何你当初会选择科大呢 那或者也说一下我们在这三年里 玩过些什么活动 其中一个就是我们School of Science 自己搞的叫做Magnet Peer Mentoring Program 就是由我们这群Year 2 或者Year 3的mentors 去介绍一群刚刚进来的Fresh Month 刚才也有说 可能Year 1的时候要做很多事情 譬如自己REG 4或者自己REG Hall 很多时候都很迷茫 都得我要去哪里REG呢 或者Office要在哪里呢 我要上哪条link去REG呢 那我们就很希望这群mentors 可以帮刚刚进来的Fresh Month 去更加清楚了解大学的运作 又或者帮他们解答一些问题 令他们更加容易 去适应这个大学生活 那其实我很喜欢这个活动 因为你想想一下 我现在就来升Year 4 已经老了 那我以前带那些Fresh Month 其实现在已经变成Year 2、Year 3 现在就由他们 去带你来近这一年 新进来的Year 1的Fresh Month 再去适应这个大学的生活 就好像有一个全城的文化在那里 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也很有意义 那另外一个就是HKUSD的 Student Ambassador Program 那我们这一班学生大使 就很希望透过不同的活动 去令大家更加深入了解科大 那大家可能都听过 科大、科大、科大 那到底科大是一间怎样的学校呢 那我们就很希望透过一些campus tour 带同学仔或者其他人去游一下科大 看看有什么设施或者课室是怎样的 又或者可能有时你都会见到我们 去你们的中学说一些admission talk 又或者去做一些student sharing 令你们更加深入地去了解科大之余 亦都可以解答你们一些关于入学的问题 那除了校内的活动之外 但是科大亦都给了很多机会 我们去参加一些校外的活动 可能你们都会认得这只熊猫 那就是世界自然基金会 他们举行的 叫做one planet youth leadership training program 那因为我自己本身对环境保育 都很有兴趣 那可能经常听到环保或者保育 到底环保和保育的工作又是怎样的呢 那我们这一班来自不同地方的大专生 就会上一些training 了解一下到底什么叫保育呢 又或者在香港这么成事化的地方里面 他的保育工作又是怎样做的呢 那我们上完这些training之后呢 就会拿回WWF的resources 去推行回自己的保育计划 那譬如我那时候就是做太阳油 可能大家都有听过太阳油对海洋生态不好 又或者珊瑚白化是一件很严重的情况 那到底为什么呢 那我们就很希望透过一些数据的分析 一些实验或者一些街头的promotion 是令到多些人明白原来太阳油是会令到珊瑚白化 它背后的原因和如何影响海洋生态 那大家又知不知道原来太阳油是开分物理性化学性 甚至有些太阳油是可以减低对珊瑚的伤害 那所以我们就很希望可以透过这些活动 令大家对香港的保育工作更加明白 那入到大学之后很多人都会问的了 科大有没有实习的机会啊 或者我怎样找实习的工作啊 那其实这一份实习呢 就是我在School of Science里面找的 那我那时候就在Medtronic做认识 那我是在维修部做的 那因为自己本身对medical field都很有兴趣 将来不终业之后都很想投身回到这个行业里面 那所以那时候就很庆幸入到维修部 因为维修部是可以真真正正的给我了解到 每个部门它们不同机背后的mechanism 或者每个部门它的运作又是怎样的呢 那因为维修部很多时候都会派一些engine的同事 去医院那里做维修 那就是可以观察一下 那到底一间医疗仪器的公司 去怎样跟医管局或者其他一些私家医院 私家诊所沟通的呢 那这样更加令我清楚明白到 医疗行业在这个市场里的定位是什么 而且因为刚刚也有说 我自己对医疗行业也有兴趣 那所以除了平时我们经常听的前线医护人 医生护士救护员之外 到底我还有什么职业可以让我选择呢 那所以我都很珍惜这份实习的机会 科大也给了很多机会去鼓励同学去做交流生 希望大家可以见多点、认识多点 那这个就是我两年前去的 那就是去了南京的中国药科大学 那就是去了解一下当地的一些药科的发展 还有他们的LAP要做些什么呢 那另外可能大家都有听过 以色列是一个很鼓励他们的人民去做startup的地方 那相信大家都知道创业一点都不简单 那为什么他有一个idea之后 会愿用更多的努力去把它变成一门生意呢 他中间又经历了些什么或者有些什么困难呢 我们就很幸好可以跟一些startup的founders聊天 了解一下他们当初为什么会萌生一个想法之后 会把它变成一个business 那还有很有趣的就是 他们很多时候想了一个idea出来 把它变成一个business 之后会有一个大一点的公司去收购了他的idea 或者他的那个产品 那之后他又会再建立一个新的idea出来 所以就令到他整个社会的气氛都很creative 而且都很鼓励他的人民去想多些不同的想法 另外这个其实很不开心 因为疫情的关系我就完成不了这个交易 那这个和之前那两个交易有什么不同呢 就是这个是一个可能大家多一点听到的 一个full semester exchange 因为可能前面那两个都是几天或者几个礼拜的短旅 那我就会希望有一个完整的full semester exchange 让我去了解到一个地方的文化 还有可以有多点时间 让我去跟当地的人去聊多些聊天 那为什么我会选德国呢 就是因为可能大家都知道 德国对创新科技发展都很着重 那我就想知道 为什么当地的人 着重科技的发展呢 在那里上读和读书又会和香港有什么分别呢 那以上就是我这三年里面在大学体验过的东西 那为什么我和你们说这么多玩的东西呢 是不是科大的同学就不读书的呢 那其实不是的 因为科大的同学在work life balance上面都做得非常好 所以大家都可以好好充分地 运用这四年的大学时间 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东西 而这一件事也是我想带给你们的message 因为可能以前大家的目标都是要考好DSE 或者考好公开试 但是进来大学四年你的时间是很flexible的 所以很希望大家可以运用这四年的时间 去做一些你自己没做过的东西 或者发过一些自己的兴趣 这样会好好充实你的大学生活 那刚才也有说过 因为自己对医疗行业比较有兴趣 那我也会想尝试一下 在医疗仪器的公司里面 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岗位 去投身医疗行业 那可能同学都会问 那除了做科学和教书之外 读科学的同学还有没有其他选择呢 那我也会想尝试一下 去在personalized medicine 这方面发展 那就是我们经常听的个人化医疗 那因为可能现在我们经常都会很注重 在医疗仪器 又或者是一些药业方面的发展 那但是其实因为可能近年来 在DNA editing的research 都做得越来越多 那我也很希望可以尝试一下 去做一些medical lab 那可能在化验 又或者是研究一下 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 去帮助可能病人在他们的病痛上 减轻他们的痛楚 又或者令医生更加容易地去帮助到病人 那除了在career上面的发展之外 我都很希望在上班的同时 亦都可以继续一些保育的工作 可能做一下义工 那因为自己很喜欢去旅行 都很希望在趁有很多时间的时候 可以去多些旅行去看看 这个世界见识更多的地方